给首购族买房的四大建议 大家好,我叫Jalian Day 如果想得到更多房产投资资讯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所以很多首购族 其实他问到我买房 到底它的口价长什么样子 after我遇到可以讲 百多两百多个 我总结了四个步骤 所以跟这四个步骤 你会非常容易 也不会查到任何的坑 尤其是第四个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我们买房的这个 purpose 有一些他们是哪来自住 有一些他们来自投资 有一些你是自己住过后投资的 所以这个你要非常了解 因为投资你要看的是Rental 你不可以再看你离你的家靠不靠近 你离你的工作也靠不靠近 这个是完全不关紧要的 但是自己住它就很重要 第二个来讲 你要知道你的loan可以批到多少 你要跟银行check 你要去跟banker check 你要去跟agent check 之后你要知道你的DSR 最高可以去到多少% based on your income 这个是你要知道的东西 所以不要你去寻找很多project 到最后不喜欢了 loan不过 第三个你要去开始找 Purpose 你的loanok了 你要开始找 可能三到五个project 会比较适合的 大概去找survey了 去跟agent看了 过第四个你要看 到底他们的好跟不好 你都能够接受到 马上的不好的地方 最后你要去衡量一下 衡量一下它的风险 你不要买一些project 是完全都是一个 你不神大的地方 它都是靠future的 这个可能风险会高 所以你要去衡量一下 一个风险 跟着这四个步骤呢 你会避免你的买房踩到坑了 Purpose Loan Identity Servite Project 跟到最后去衡量一下 破写con跟风险了 大家如果来 之前有买过什么房子的话 买过地点房 第二间房子 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的process是怎样子 看会不会都是做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